報行街景 今天在2022年3月13日星期日 時間是下午12時49分 我們來到九龍城沙浦道 看看對面這條沙浦道 我們過來看看九龍城現在的店舖的情況是怎樣的 這輯是九龍城的第一輯 我們應該會走在沙浦道 旁邊的啟德道和打鼓嶺道這三條街 我們現在開始走 今天亦有二十六七度 所以天氣都比較熱 現在看看沙浦道 我們這樣站一站 現在這樣數了 但是起碼都有 一辣到很多店舖都沒有開的 我們左手邊這間就是富豪通桃酒店 好 我們繼續走 我們繼續走 這條街印樓也很靜 這條街印樓也很靜 好 我們繼續走 這條街印樓也很靜 看一看 現在差不多全部店舖都沒有開的 這條街印樓也很靜 這條街印樓也相當冷清的感覺 它們好 讓這條街印樓也很靜 對 這一條街印樓也很靜 然後我看到這條街印樓也很靜 現在 現在的車印樓也很靜 現在我們走到另一條街印樓 對,看到路牌了,這條條條可以看得到 平一平看一看,其實人流都沒有太多 看一看對面,其實很多舖是沒有開的 零星只有一兩間開的 慢慢走走 大家看見,十間舖和九間都關門了 最近全舖都沒有開的 有些自助,三位機也有開的 繼續走 現在有開的舖頭,看一看,咬著這間公園就有開了 其他的舖頭呢,大部分都是沒有開的 現在這裏 前面這裏,整車的 還有一間自助,補開了 之後去到街尾都是沒有補開的 全部都關門了 如果inha最舒服,吃另外一斤 全舍到 officers cereal케 packages 正地攝影界亦議的地方 西藝viewer personaje 縫視マン 先猛擎 我們看看 其實這條街也不是很多人走 看到很多店舖都沒有開 就是這間店舖的店舖 記得剛才那間店舖開了 之後又是很多店舖都沒有開 感覺很冷清 店舖都沒有開 很多店舖都沒有開 這間飛法堡又開了 好 繼續走 真的十不九空 絲滅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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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AR 即是要開店舖真是遙遙可爽 很多食屍現在只是做外賣 現在是這間 大家看到大貨品都是外賣 我們再往右走 第一條應該是打鼓嶺 看到對面的路牌 這條是打鼓嶺 我們轉右走走 其實感覺上很多店舖都沒有開 這間泰國匯款 兩間泰國匯款 之後大家看看 又是差不多連續很多店舖都關門了 我們繼續走走 走到漁發都沒有那間貨在開 對,要趁多走到這間 汽車清潔才入開了 這幾間 你看這些賣食 那些泰國食物都沒有開 只是半開閘 嘩 之後好像去到街尾都沒有開 嘩 你開玩笑 你看這有種雲 有種雲 你不用煮嗎 我真的是可以 這樣我會拿走 我沒有拍攝 不要太動了 你們在別人 我們現時走過三條街 很多店舖都沒有開 接近九成的店舖都沒有開 我們看大谷嶺道的另外一邊是怎樣 現在藥房開了 這邊好像多些人逛街 這間有開的 我們看看這個餐牌 我們繼續逛 這邊也是十間 有九間虎仔山的門 一隻一隻行車舖都沒有開 對 這裡有間開了 有間開的店舖我們拍攝一下 對 這裡是午餐 六十多元到一百元左右 前面可能是清真牛館等外賣 我們看看 對 這裡有很多人在這裡 有外賣 有外賣 街上最多人有清真牛肉館 黃珍珍雜食甜品 但是正在當收 好像關門了 但是是外賣照常 我們就走一條路站 這邊好像是旺一點 食肆多開了 就像這間那樣 五指套餐,只是50多元 這間泰國餐廳也有些人在外面等 我們看看餐廳,晚餐是甚麼吃 這間泰國餐廳也沒有開 好,我們繼續走 不過這間泰國餐廳也沒有開 我們看看這間泰國餐廳的狀況是怎樣 我們今集說九龍城店舖的第一集 先到這裏 大家有甚麼意見,大家有甚麼地方想去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